大家早晨!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做个美股周末分析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短期形势 是显著向淡的 我们先看看 我监察那12个主要环球指数的最新情况 是怎样? 很多人以为 超短期 我们讲过前面比较 短期就长一点 究竟有多长呢? 有超短期 短期 中期 长期 和超长期 五个不同的投资投机时段 现在来讲一讲 超短期 我是根据最新的收市位 即至今早凌晨 纽约收市之后 的收市位 和三个交易日前 五个交易日前 十个交易日前 和二十个交易日前的比较 用一条程式 计算出它的强弱势 这就是讲超短期 短期就不要和三日前比较 加多过多少? 刚才是三五十二十 那就加多过五十 然后如此类推 一路退上 就加多过一百 加多过二百五十 再加多过五百 这样 都是用一二三四的时段做的 譬如超长期 就是说 和过去五百个交易日 二百五十个交易日 一百个交易日 和五十个交易日 和五十个交易日的比较 再调回今早凌晨 这个美股收市十日时间 那个收市 讲完之后 我们就看超短期的形势 最新是日经跑赢了 超短期 接下来就是 我们内地两个指数 跑赢了 就轮到这两个指数 接下来就是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恒生香港中资指数 这就是一二三四五位 最差就是恒生指数 和国际指数 那是不是很失望呢? 你看看 上海深圳排二三位 我们就排包尾这两个 接下来就是 短期 日经第一 接下来也是内地指数 跑赢了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回忆 内地指数是跑赢了 香港的一二 都是在尾 恒生指数 和国际指数 在尾 相对而言 我们的科技指数 就是表现没有那么差的 超短期在第八位 短期 都是第八位 中期来说 伦敦 第一位 接下来 上海第二位 我们的红球指数 就是第三位 日经第四位 包尾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中期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中期 刚才我说了 短期显著向淡 中期也是向淡 接下来 恒生科技指数 排位 尾 长期 伦敦 红球股 我们的上海 深圳 排头四位 接下来 包尾 那两个 和中期 都是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和香港的科技指数 到超短期 超短期 伦敦排第一 红球第二 上海第三 日经第四 深圳第五 包尾 恒生科技指数 和恒生国企指数 你看到 我们的科技指数 近期 即是超短期 短期 是升回上来的 即是叫做反弹 只是反弹 排在前边 本来就是伦敦 排了 但是 排了第一位 近期 就变成日经上来 另外一个结论 就是内地的股市 就表现越来越好 这个就说了 形势 讲完这个形势之后 我们讲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如何过分 先看看 这个 OK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阴阳足 日善图 我们也是看五个主要奇数分析指标 即是说SAR 保力加通道一点点的SAR 保力加通道的中逐 以及看特别的中逐 应该说 RSI MASTC MACD 加多个辅助分析指标 就是DMI 看看先 我们的收市位 昨天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进一步下跌 最低是见过32644 445入 应该是32643.91 是比上一天的32644 比上一天的32799 是更加低的 更加低就表示 再创这个短期跌浪的新低 短期跌浪的起点 应该我从这里数起 是34331 如果我没有特别读 是哪一天出现的 你可以看下面 下面的这里 有一个黑色底白色字 你会看到的 比如说 这里 就是2月14日做的 情人节那天做的 高位 34331 那情人节做完之后 就跟着就倒下来 当然你可以看上边 即这个左 应该是左上角的位 可以看看日期 那里是否看到 有没有 那里 investing.com 那里是没有的 原来 那么多要看下面 好 一路跌了 这个跌浪维持了 1234567 现在的日期 最重要是两个 第一 这个前跌浪底 在1月19日出现的 32982 支持失守了 变成新的阻力位 还有下一个支持 我们看这里的明显低位 应该是32573 没错 应该是32573 是去年10月22日做的 这个低位附近 应该要支持指数回升 否则会有麻烦 先看看 粉蓝色的就是昨晚的收市位 32817 是低过红色的 保利加通道中族 这个数 亦都低过下移近的SAR 就是说两个指标 都是利达 你看一看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见过高位34587 去年的11月36日 就反复横行 这个横行区 好像武力上破下破 就应该再挑战回到第一步 就是这些高位 甚至是这个高位 1月13日高位 34342 587 看一个横行区 两个指标单 看看RSI 跌到右手边 30 还未进入超卖区 20 就是超卖区 RSI的超卖区 20 不是30 现在是用9的时段 市数 不是用14 接着MACD MACD 在Investing.com的网站 你说有三条线 这里有三个数 我们看哪个 哪个是哪个 很简单 第一个 就是difference 正或负 你看到是负 所以第一个数 是-177.8738 这个是difference 然后跟着两个 蓝色的-140.5124 就是M1 就是MACD1 红色的就是37.3615 就是MACD2 即是说 由于这个difference 是负数 即是这个MACD指标 早前已经发出了牛熊观讯号 如果红色的 这一条 即现在是37.361 的M2 都变成是负数 然后就会发出 双熊观讯号 这对短期的 后市是非常不利的 通常MACD 一个是比较上 持续少少的指标 就是一个 辅助指标 如果连辅助指标都转合 那么后市就非常不利 我们看到 123 那些STC 还没看 STC 是正DI 正DI就是蓝色的 是蓝色的 不是正DI 信不信 是%K 是蓝色的 红色%D %K 明显低%D 所以是利淡 5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现在全部都利淡 因为RSI 低于50 那全部利淡 所以为什么我说 短期实险向淡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大家明白这个 我们再看 辅助分析指标 DMI 刚才我教大家看 左边第一个数 就是这个数 就是Difference DMI 我们第一件事要看的 是ADX 不是看最线 是看最后的一个 就是这个 红色的一个 是17.405 17.405 就是代表 是 或者我要看有办法 推高一点 不行 因为大家看不到 下面的线 原来 看不到 那我说给大家 我下次再想想 如何整理好 这里 就是 为什么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 我要做个 16.9 那个画面 给大家看 但是我的屏幕 是16.10 看后面的一个 17.4205 就是ADX 由于它低于20 所以就不用参考 所以看不到 也不要 是不参考的 我们 好了 那我说完 短期形势 全部都雷达 那真是一样 那我唯有 就看回 刚才那些 横行区的支持位 阻力位 之类 那如果你说 ,万一再跌下来的话 那怎么办 万一再跌下来的话 那我们量度跌幅目标 看多少呢? 那我们不要看这张图 我们看周线图 独验施工业平均指数 周线图 周线图 先看指标 粉蓝色的收视位 低的保利卡通路充足 低的SAR SAR是绿色 所以两个指标 利淡 跟着RSI跌低于50 STC%K 蓝色的 低于%D 即是发出了公信号 又是负责的 至于负责分析 不是负责 因为MACD 那一个分析 已经变成负责 发出了牛熊股工讯号 虽然M1和M2 都仍是正数 大家可以看这里 蓝色和红色 都仍是正数 所以 发出了牛熊股工讯号 全都是利淡 即是中期形势 都已经刚刚变为 显注向胆 短中期 美股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都是显注向胆 而辅助分析指标DMI 我们看到一个数 右手边是13.4469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第一次 13.4469 是低于20 所以没有参与价值 也是 我们看到短期 中期 都可以回答 刚才说到的 横区 不要跌穿低位 这个前低位 如果跌穿了 如何 我们尝试一下 量度一量 我们看到 在哪里 そりゃ ここ Hibonaki Retracement 好的 这个 看这个 我们从这里 开始 agua 这个低位 是 2723.55 就升上去 不到 不错 可以吗? 可以的 就是如果升到上去 最高应该是这个 这个高位是34712 拉拉去34712 这个就不太准我说过 怎么也好 我们看看如果跌下去的0.382倍 的量度跌幅目标 应该是 32 看不清楚 看低一点 0.382倍 是3 351 32351 这个设计 看到了 32351 大家就看这个位置 第一个支持位 32351 现在已经跌到325 644 如果32351 搜不到的话 下一个我们就看 31669 就是0.5倍量度 跌幅目标 再不可以 0.618倍量度 跌幅目标 就是30967 30968 再回覆一次 看清楚一点 3个 32351 31669 30988 我刚才看错了 32351 31669 30988 大家记住这三个位置 看完之后 再看的是月线图 月线图 月线图的 先试一下 月线图的 阴阳竹 在哪明信 然后 归言 你看你看看 EMAF 右照 左手 搜到 次数 是ajes 低於 保育家通路中速 但 超过SAR 在最高一口口。 SAR 在 在11月出了极点高位3,4,5,8,7 接着2个月3个月都未出现高位的收市位 所以出现高位的收市位 所以上期来说是要往下找寻支持 一口一口下面RSI是低于50% 是利淡的 STC%K 高1%D 利好的 MACD 利淡的 因为见到Difference是负数 即未能发出双额买入讯号 2好3淡形势 美股长期来说是偏淡的 但如果RSI 升升升升升回到50% 又会变为3好2淡 至于辅助分析指标DMI ADX 是15.8225 不够20 所以没有参与价值 今天很幸运 将下面这个位置缩上来之前 3个日线图 月线图 周线图 日线、周线、月线 全部DMI都没有参与价值 不会影响大家去看这个指标 全部都是一样的 如果长期来说 我们可以画一条下降轨阻力 和一条上升轨支持 这样画 这个最低位 一个 拉这条上来 OK 然后Extend Format Extend 这个是之前长期的 阻力 当然是由这个 拉这条 阻力 这个三个人里面 等突破了 这个就是美股长期的形势 好了 这段投资刚刚分析我说完了 多谢各位收看 祝大家愉快的周末 记得去我Youtube频道投票 选出下星期 你最想我为各位重点分析股份 多谢各位收看